六合彩的賭盤是違法的 我們常常在新聞當中看到警察破獲六合彩 破獲六合彩 但是呢 最近彰化海線地區的賭徒 卻盛傳有一位鄉長 用不到五萬塊錢的賭金 贏到了五千萬的頭仔 香港趕快撇清說 沒有啦 我的確有去捧場簽過六合彩 但是絕對沒有贏過什麼五千萬啦 就算是贏了五千萬 給他簽中了 也是違法喔 六合彩就算違法 鄉下的地方還是很多人愛玩 彰化了海線地區賭徒 更傳出了連鄉長也愛簽賭 而且還中了五千萬的彩金 這是真的嗎 被引社的鄉長態度很緊張 因為六合彩是違法的 而這名鄉長也坦誠有捧場簽過 但絕對沒有中五千萬 事實上六合彩要中五千萬 還真是不容易 必須連碰的方式簽賭 而且六個號碼要連中五個號碼才算數 賭徒們卻傳出了 罪名鄉長以每住一千塊為底 花了不到五萬塊簽賭 卻中了五千萬 雖然鄉長否認到底 但賭徒們卻是言之鑿鑿 中文字幕志愿者 陈孟辉 彰化报道